新星运动进校园 体育课该如何与时俱进 游泳运动员夺冠 背后有哪些航天科技助力 高出一本线一分 为何也能被北大录取 更多精彩 现在本期杂志天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杂志天下 我是廖杰 和你一起来关注正在流行的话题 节目开始 我们来说一说新星运动 最新一期的新明周刊 介绍了最近几届奥运会引进的新星运动 就包括滑板冲浪 攀岩街舞等等 奥运会之所以引进这些个运动 就是因为年轻人喜好 最近有调查就显示 近九成的大学生都表示 希望学校能够开设新型运动的课程 长期以来大学生的体育课 都是比较传统的项目 跑步 足球 篮球等等 相比之下 新型运动它既新鲜又有趣 就受到热捧 而这也给学校提了个醒 体育课也应该与时俱进 跟上年轻人的节拍 不过新型运动 有很多都是小众的运动 对场地设施 教练的资质要求比较高 想要一步到位开设相关的课程 那是比较困难的 你学校就可以结合自身的实际 英地制衣 开设一些特色课程 来满足同学对新型运动的渴望 你像厦门大学 它校园挨着海边 有一支强劲的冲浪队 它就依靠这些条件呢 为同学开设了讲版冲浪课 这门课呀 很受欢迎 都成了网红课了 还有人建议 学校可以和奥委会合作 邀请专业的运动员来担任老师 为同学开设新型运动课程 这样既可以满足年轻人的时尚追求 也能宣传和普及奥运的新型运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运动项目 要我说 这就叫新型运动进课堂 奥赛校园共时尚 接下来说 在东京奥运会上 中国游泳运动员 就像火箭一样冲出来 克服泳池的阻力 赞金夺银 除了个人努力和天赋 那背后呢 还有太空尖端科技啊 来助力 那长期以来 教练都是使用运动传感器 来监控运动员 在游泳训练当中的动作 不过 对于这个精英运动员来说 这种监控啊 已经不够用了 因为一些微小的动作变化 它都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就需要更强大 更高精尖的技术 来支撑 有媒体报道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项目团队 为游泳运动 是研制了智能测量和数字训练系统 其中的姿态测量装置 可以直接传代 重量啊 只有16克 非常轻 这个系统可以获取运动员 训练时的姿态 速度 位置等等信息 为教练呢 确定一个训练方案 优化技术动作来提高运动成绩 它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而它使用的一项技术 是洲际导弹当中的高精度陀螺仪 原本这个陀螺仪啊 非常的笨重 但科学家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将这个重量呢 减轻到了16克 运动员可以舒适的佩戴在身上 其实不仅是游泳项目 咱这个赛艇队啊 也在训练当中用上了航空技术 科研人员利用风动测试方面的 专业知识和科研成果 开发出了三维力测量平台 为运动员比赛提供科学参考 事实上其他国家 也都在利用太空技术 帮助各国运动员提高比赛表现 你比如英国运动员 他利用自行车风动设备进行训练 日本呢也是利用风动 给速度滑冰团队啊 进行专门的训练 咱们去年在北京 也建了应用体育运动的新风动 帮助运动员提高比赛成绩 来迎接冬奥会的挑战 这就叫科技改变奥运 好 接着来说 碰上暴雨天气 地下车库啊 最容易成为重灾区 一个不小心 停在车库的车就要泡汤了 最近郑州某小区的业主 就非常的庆幸 因为这小区物业啊 采取的教科书一般的自救 让车库里三百多辆汽车 一千多辆电动车 完好无损 当时啊 这小区门口的水位 是持续的增高 之前准备好的沙袋 已经挡不住水了 这物业呢 当即立断 在地库路口处啊 排成人墙 用防水布暂时阻挡大水 同时呢 当地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去搬运水泥 代替沙袋 几个小时 一米多高的防护墙就竖了起来 保住了地下车库 事后 这物业工作人员就说 每个单元楼门口和地库的出路口 都放有沙袋和防水布 那是应急的标配 可见啊 正是因为有之前的未与筹谋 才能够在特大暴雨天 临危不乱 事实上提高社区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 是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要增强防御能力 就得在日常啊 下够功夫 首先要准备好沙袋 挡水板 水泵等设备 夯实抗灾物资的基础 其次呢 你要制定一个应急的预案 组建救灾志愿队 定期演练 提高应急的能力 另外啊 还要有健全的信息分析 保证面对灾害的时候 可以第一时间行动起来 这样基层社区才能在暴风雨当中 真正成为民众的保护伞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我们来看最新一期的南风窗 文章标题 苏教授666 这说的是苏炳天 他是全亚洲首位 闯入到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运动员 以九秒八三的成绩打破了亚洲记录 刷新了亚洲人的速度极限 他是一名运动员 可很少有人知道 他还是一位大学教授苏教授 2018年 他被济南大学聘为副教授 他在上课和学术方面 跟跑步一样 都力求做到极致 他上课呢 认真细致幽默风趣 很受同学欢迎 只要是苏教授的课 那都是缝开必报 每次都被苗抢 那在学术上 他发表了不少的论文 研究如何提升短跑的竞技水平 他的论文科学务实 受到业界意志的好评 有趣的是 他写过一篇论文 专门研究他自己 为什么能跑那么快 您瞧这密密麻麻的数据分析 可见他做研究 那也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在体育上突破极限 在学术上攀登高峰 要我说 这样的苏教授 那真是666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湖北闲宁 新入职的消防员 冒着高温 穿着将近四十斤的个人装备 进行实战练习 攀登拉提 附纵登楼 在酷鼠中挑战自我 哪有什么岁月尽好 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上海街头出现机器人咖啡厅 制作一杯咖啡只需要一分钟 不光速度快 味道啊也不逊色 有顾客品尝之后说 口感香醇丝滑 这咖啡科技感满满 江苏连云港养殖户 正在加紧对网联进行修补和整理 为即将到来的紫菜养殖剂 做好准备 这就是一网在手 紫菜我有 澳大利亚一家动物园 有一只七十多岁的 冰威鹿龟 工作人员 用手机 浪达和被隔离的女友 通过视频电话谈恋爱 好一波 好 接下来说一说 首张电动自行车违停罚单 八月一日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正式实行 对于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等行为 最高可罚一万元 就在这部新规实施的第一天 北京市相关部门就开出了首张罚单 我们来看图片 图片显示的就是当时的现场 这是一个老旧小区的楼道 比较狭窄 中间停放着被罚的电动自行车 执法人员要求车主把它挪出楼道 但是车主拒绝了 随后执法人员依法开出罚单 这小区的物业也被罚了三千 车主被罚一千 今年来因为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 导致的事故是频频发生 你像今年五月在成都 一辆围停的电动自行车突然爆炸 导致多人受伤 其中就包括一名婴儿 这婴儿的伤势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对于无视公共安全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的陋习 光靠势说那是不够的 还得给他这个套牢法律的紧箍咒 为此今年六月应急管理部发布了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有了法律规定 那当然就要落到实处 让他发挥应有的正式作用 北京的这首张罚单 开了一个好头 具有示范和导向意义 咱们就希望相关部门能用法律之手 彻底遏制住电动自行车的违规乱象 好 继续回来 最近一起噪声污染案引发关注 深圳一家施工单位长期超时超标排放噪声 给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当地环保部门连续十多次折令怎改 但对方就是不改 那一百多位居民忍无可忍 联合起来把这单位告上了法庭 一省法院判决 这个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时段和分贝值 来施工作业 同时赔偿居民每人两千到三千 对此这单位不服提起了上诉 然而二省法院不但维持原判 还把这赔偿的金额提高到了 每人五千到六千元不等 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就发布报告 说去年虽然城市声音环境质量有所改善 但噪声污染的投诉依然很多 有两百多万件 尽管相关部门做了积极的处理 但是因为施工单位不太配合 处理效果并不理想 有专家说深圳这一次的判决释放出一个信号 处理噪声纠纷除了投诉还可以走司法渠道 法院对这种的诉讼都比较支持 专家还指出治理噪声污染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 如果环保司法公众都能够集体发力 构建一个广泛的监督和惩治体系 这么一来 我想静静或许就不再只是奢望了 接着来说 现如今人们喜欢在网上看比赛直播 东京奥运会欧洲足球锦标赛 让大家过足了瘾 体育赛事网络直播 凭借庞大的用户人群 它市场规模持续的增长 成为公认的金矿 但记者调查就发现 由于盗波技术门槛低 维权成本高 这盗波体育比赛的行为是屡静不止 近年来 网络盗波案件不断增多 从电竞类的游戏 到各类体育的联赛都有涉及 今年六月 新著作《全法》实施 将直播短视频也纳入到法律保护的范畴 但治理网络盗波并不容易 一些版权方 他设置的防火墙很容易被破解 盗波者录下比赛的视频 再放到平台上来播出 成本极低 对版权方来说 这边刚封了一个直播APP 那边立马他又做了一个新的 不断翻新的盗波手段 让他们应接不暇 而侵权取证就需要较高的成本 最终赔偿又不理想 那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外公众的版权意识往往比较薄落 大家都是点开就看 并不在意版权不版权 有专家表示 杜绝体育比赛倒波需要多方发力 加大监管力度 打击违规平台账号 另外呢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 来增强技术防御 当然了 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 也要注意满足人们 对体育比赛的刚需 版权方实行合理的付费模式 要注重升级用户体验 这样才能让倒波无击可乘 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新一期的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仅高出一本线一分 为何被北大录取 最近啊 云南有一位考生 成了大伙羡慕的对象 他被北京大学护理学专业录取了 厉害吧 可他这个分数呢 521分 只比云南理科一本线高出一分 要知道 被同一专业录取的 另外五名云南的考生当中 最高分是672分 你看这个分差 达到了151分 网友纷纷感叹 这真是井里附体 都说七分考 三分报 高出一本线一分 就被北大录取 这里边有运气 有勇气的成分 更有报考技巧下的博弈 有专家就说了 北京大学护理学专业 今年呢 是第一次在云南招生 可能很多考生啊 家长啊 都没有关注到 所以呢 才出现这个专业的报考小年 这高考大小年 是民间的一个说法啊 遇到高考小年 某些高校由于招生欲冷 就不得不呢 将录取的分数啊 相应的降下来 那谁逮着了 谁就是那个幸运啊 不过专家也指出 志愿填报当中 第一分高就 有意外有惊喜 但这绝非是常态 这一回大伙在羡慕的同时 也替着考生啊 加油 说进了北大 跟一群学霸在一块学习 得付出加倍的努力 所以啊 对于第一分高就 如何及时调整好心态 很重要 要不说 高出一本线一分 被北大录取 是幸运 进了北大 咱还得靠实力说话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轻主义 这说的是 人们面对很多 做不到的事情时 往往在前边呢 加一个轻字 就可以轻松做到 比如奢侈品太贵 买不起 于是呢 就出现了轻奢主义 简单点说 就是不怎么贵的奢侈 既消费了起 又代表自己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再比如对减肥人士来说 完全不吃东西 太难了 加一个轻字就解决了 于是呢 就出现了轻食主义 将水果蔬菜 牛肉大虾 那么一组合 既满足了口腹之欲 又不会有罪恶感 遵循这么一个原则 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可以轻一轻 什么轻锻炼 轻社交等等 要我说 这样的轻主义 轻松 无负担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最新一季的南独周刊 来说一说住毛坯房的年轻人 前不久 一段视频在网上热传 说江苏泰州啊 有一女孩 花十年的积蓄买了一套房 简单装了一下水和电 就直接住进去了 毛坯房啊 现如今 像这样的年轻人 还并非个例 在网上越来越多的人呢 分享住毛坯房的经历 有的晒出第一天入住的场景 有的分享各种注意事项 比如水泥地 如何不容易起灰 墙面圣水 该怎么处理等等 年轻人入住毛坯房 倒并不是追求什么急剪风 真是没钱装修 有人说呀 买房已经掏空了所有的积蓄 每个月还要还房贷 一下子真拿不出钱来装修 又不好意思向父母伸手 干脆住进毛坯房 虽然简陋 但好歹是自己的房 住着呢就安心 而且呢 还能省下租房的钱 怎么算 怎么都划算 这住毛坯房的人一多呀 他们就发现了不少的好处 那首先 可以规避掉一些装修的雷区 以前精装修 好看倒是好看 可一入住后呢 就发现各种问题 什么插座不合理呀 柜子打扫了啊 阳台没用上啊 等等 而住毛坯房不一样 先录住一段时间 试一试 就能切实知道 我需要什么 等到后期真的装修的 就可以有规划 不踩雷 此外 住毛坯房 还能体验一把 从无到有的人生 有人就说 刚住进去的时候 就只有一张床 陪着自己 后来呢 这配套设施 一点点争夺 夏天买个空调 冬天买个取暖器 到了春天 买几盆花草 通过自己的努力 慢慢地 打造出一个样子来 要我说呀 只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毛坯房 也可以是乐园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们下周一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是天下言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